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欢迎收睇讨访普及 今集邀请市政署代表 陈善芳小姐 上来的节目 陈小姐你好 据了解 今日就是世界食品安全日 麻烦解讯一下由来和意义 在贸易全球化的大动之下 食品供应链变得非常之复杂 而每個人都成為了食品供應鏈的持份者 對食安發揮著重要的作用 因此,為了喚起全球對食品安全的重視 聯合國在2019年起 將每年的6月7日定為世界食品安全日 今年的主題是 食品安全人人有責 推動大家各進幾陰 從生產經營到日常生活 嚴格做好各項的食安操作 共同保障食品安全 施政署是如何教導業界及市民 去保障食品安全的呢? 為了有效降低食原性疾病的發生 本署編制了一套多語言版本的 食品安全不要缺ABCDE教材 當中包括A. Avoid 要做到避免交叉污染 妥善分開生、熟和即食食品 B. Buy 應謹慎選購向順域及衛生狀況良好的店舖購買食品 C. Clean Cook Completely 要培養良好的個人清潔衛生習慣 食品必須要徹底煮熟 D. Danger 食品存放在攝氏5至60度的危險溫度帶 是會引致微生物大量繁殖 所以必須嚴格監控食品的存放時間和溫度 E. Effort 維護澳門食品安全是需要政府、食品業界和市民的共同努力 只要大家將食安不要缺落實到生活、生產經營當中 就可以減少食原性疾病發生的機會 我知道市政署將會推出網上有獎遊戲 同大眾推廣世界食安日和食安不要缺 市民可以怎樣參加這個遊戲呢? 為了響應世界食安日 市政署在食安資訊網內設立了相關主題專頁 加強市民對世界食安日的認識 此外,本署將於明天,即6月8日 退出以食安不要缺為主題的圖文配對遊戲 市民只要進入食安資訊網 或食安資訊手機應用程式的遊戲專頁 正確配對和填妥個人資料就可以參加抽獎 獎品超市禮券300分 遊戲在6月22日結束 得獎名單將於在7月3日公布 歡迎大家踴躍參與 通過遊戲共同學習正確的食安知識 今次謝謝陳小姐 別客氣 節目時間到了,再會 待會 請當時 boosting